大家好,歡迎大家來這一節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今次都是講一位青年的外借球員 他就是鐘仔 我們一向叫他鐘仔 但有朋友說他好像姓陳 我習慣叫他鐘仔,繼續叫他 我借了雲達巴內媒 第一場聯賽有份上陣 但很可惜他們輸了4比1 之後那三場聯賽他都只能坐在板凳 但這位年輕球員沒有放棄到 他剛剛在友誼賽上陣了 亦入了兩球球 亦令到雲達巴內媒的領隊 都要考慮一下是否要放回他正選上陣 他在賽後接受訪問 永遠入球也是一件開心的事 對於我們來說作為一個進攻球員 我亦都說了很多次 我入球也是跟隊友很有關係 如果沒有隊友的話我根本不能入球 尤其是第二球球 Maxy 其中一個隊友 全球給我令到我兇 所以很容易 入球 當然我希望可以正選多些比賽 多些比賽有機會正選 我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我在後備入體 我都會交足全力 我是一個頗有耐心的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自己慢慢繼續進步 亦都可以慢慢幫助到球隊 看完鐘仔這個訪問 你見到他雖然年紀輕輕 但也相當成熟的表現 說真的他的技術是有點有亂的 他當時在曼聯的時候 現在去到雲特波浪梅 會不會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技術會不會成熟一點 再加上最重要是什麼呢 學到一些大局觀的東西 其實如果他真的學到 剛才所說的話 回到曼聯 其實肯定是有用無知地的 究竟曼聯我們可不可以用到一個鐘仔 就要過多一季或者兩季才知道 另外這一節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們的青訓是怎樣 因為我們的節目 包括我都很緊張青訓 亦都經常會說一些青訓的情況 有一天對青訓都很熟悉的朋友 就留了個言給我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跟他談了一段 他說在青訓方面 無論是皇馬巴塞甚至萬成 都用了很多年時間 才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我們以前也挺好的 我想大家最有名的就是九二不二班 但早幾年的確我們的青訓是出了問題 比較混亂 去到現在 究竟是否真的撥亂反正左呢 還是還是在沉默呢 我想這位朋友說的話 我們可以見到一些 近一兩季每年都會在青訓 即是年青球員方面 簽到一兩個所謂的big name的球員 我想Hannibal是其中一個 大家都會明白 但是呢 但是呢 他說反而今季呢 那麼多個裡面 那麼多個青訓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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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就說呢 他就這位朋友 希望呢 萬聯的球探 真的做到些事情 最好呢 就是刮他的一群 即是他自己看錯 他自己都希望 而不是真的亂買 那麼他就說呢 反而 Channy McNeil 這個球員 正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說跟正苗熊的 他六歲起已經是跟在萬聯做青訓的 但是無厘頭呢 因為呢 我們近幾年經常簽了那些 所謂的天才球員 在外面簽回來 所以呢 令到他去到十一二歲的時候 在萬聯反而 就沒有機會踢 結果就跑去萬城 那麼現在去到十六歲 那幾年之後呢 又要買回去回來 又要錢 又要加上 那樣 那麼當年他去萬城 其實 一號子都沒有就一定的 因為那時候太小了 他說在這麼穩定的環境之下 接受訓練呢 很難會培養到人才 那麼我覺得 這位朋友說的都很現實的 說真的 他說今年呢 那麼多人簽回來 就是年青球員 但是呢 我們青訓呢 又經常呢 有少少分秒助長 就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都未夠歲數 就稱了上去上高踢 就是等於我 和大家分享過 有一節節目之前 我們的U23呢 其實呢 就除了很多U18 推了上去踢 也都有幾個 是剛剛去年 也都是U16 今年才升上U18 跟著 禮守 現在季初就已經 無緣無故不夠人 就推了U23去踢 那有時候呢 我們一隊都是 不夠人練 就找些人上去練 那就是這位朋友呢 我一定程度上都幾同意 就是沒有一個好的計劃 總之呢 你行啊 那我就上了 你行啊 那我就上了 就是提升一隊 那就是他就覺得呢 就算 不是很用一塊帶子 買一些即食的人 都不要緊 但是呢 其實 是不是可以 在U隊那裏做好一點呢 那樣 這位朋友呢 我覺得他很認識我們的清訓 也都 一針見血見到問題 那我也想說一下 就是我自己覺得呢 我們的清訓呢 尤其是 就是我自己 怎樣看清訓呢 就是 除了我們要找些好的球員回來 還有呢 始終他們全部都是十幾歲 很年輕的 即是未上得一隊的球員 即是說什麼 其實他們都要進步 都要學東西 那在球技上方面呢 我相信呢 他們是會學到東西的 也都自己呢 繼續去練習的話呢 會提升的 但是 在打法上高 或者整體上高呢 我暫時在 今年我看了兩場的U隊的比賽 一場U18 一場U23 都是 就是 天才波 簡單來說 其實呢 說真的 其實有些可惜的 因為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北苗助長呢 除了講球員之外 教練也是 阿 麥堅拿 麥堅拿 或者正音應該是 我叫他習慣了 麥堅拿 麥堅拿 三年前 他來到 我當年看過那隊的U18 由他一手一腳 真的看到 季初 真的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 踢天才波 誰厲害的就誰踢 然後一兩個 他們自己合拍到 禮慎 同一隊都有點相似 但是呢 麥堅拿真的把他們教導 慢慢慢慢 去到季中季尾的時候 真的懂得踢一些組織出來 其實當時呢 我就覺得 非常之開心 也都因為這樣 真的 這樣就讓麥堅拿上了一隊 但上了一隊之後 大家看到 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的戰術 是一隊的球員 不敗他 或者他的戰術 上到一隊是不夠用 還是怎樣 所以見到我們一隊 陣型 陣式方面 或者打法上 都不是見到什麼進步 但是最慘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 那幾位清分的教練 我暫時 說真的 我去年看得少 今年暫時看了兩場 我又未見到他們在做什麼 那所以呢 說真的 就算我們買了一些 Wonder Kit 就是天才小子 或者有些自家清分 好的球員 他們去到十六歲 十七歲的時候 其實就很需要 有一些 好的指引給他們 大教他們 無論是個人的技術 或者是整體方面 但是呢 老實說 我就極度擔心 究竟我們的教練 無論是U18 或是U23的教練 有沒有能力 令他們提升 這個真的很擔心 你找了這麼多 很潛質的球員 大家都知道 踢球的年輕人很多 能夠真的上到一隊 還要是踢得到一隊 站穩陣腳的 其實就為數很少 我們既然這麼辛苦 找了這麼多好的球員 回來 但是訓練上 可能也未必能配合得到 其實真的很浪費 而且很沒有系統 老實說 近來很多朋友都說 大巴巴 你為什麼經常說 這些負面的事情 其實我也不想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是一個 最樂觀的萬迷平台 如果看到樂觀的話 一定會說 但我們都要本著 是其是非其非 看到球員有問題 難道都要盲目地說 好啊好啊 沒有可能的 我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很可惜 所以 最近的確 看到我們的球隊 無論是一隊 或是U隊 都會有不少問題 要解決 說到歸根究底 就是一個管理層 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更加不要說 有沒有執行力 當你連一個大方向 都沒有的時候 再加上以往的例子 你的執行力 又不是那麼理想 你說怎樣可以 搞好一隊球隊 真的很多問題要解決 這裏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對清分 有沒有很熟悉 好像剛剛那位朋友 你都可以說一下 如果你對清分 有些熟悉的東西 你想發表一下 都希望大家留言 讓我們作為 猛聯球迷 我們不是只看一隊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顧一下 究竟我們 U隊那裏可不可以幫到 我們一隊提升 再加上一隊的打法 是不是真的 其實一隊沒有打法 我們都不知道 在U隊那裏 會不會又做到些事情 究竟是怎樣 大家一起說 OK 拜拜